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的欢迎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马上带您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 真是尴尬了 连胜文才刚刚返回台湾 没想到12号晚间 受邀参加国民党中常委的春酒 同时间国民党中央的春酒 也邀请了他两滩 前后差半个小时 让连胜文分身罚恕 气氛尴尬的 就像是寒流来袭一样冷嗖嗖 不过台湾这波寒流威力真的不小 气氛局也证实了台湾会这么冷 跟极地涡旋还真有关系 天气冷苏苏 大家住屋内就很冷了 更别说是路上的街友 因此有人装婚 送进医院想要避寒 虽然医生护士一眼就认出 他们是在装病 但还是留下他们 欢迎大学条 我们先来看到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12号下午在南京大学演讲 畅谈台湾的民主价值 那现场有学者提出了敏感问题 问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的看法是什么 汪玉琪没有回应 我们将镜头回到国内 年底七合一选战潮的火热 连胜文才刚返回台湾 12号晚间受邀出席 由国民党中常委举办的春酒 不过好巧不巧 国民党中央的春酒 也在同一天举办 时间只比中常委们的春酒 早个半个小时 将来党主席马英九和联盛文中间 中常委们这下恐怕得感叹了 海北市长郝龙斌 接受专访时点名 马总统七合一 如果选得不好 就该请辞党主席 在国民党内开始引发连锁效应 马总统11号 在国民党中山汇报上 亦有所指的回呛郝龙斌 国民党高层也轮番痛批 郝龙斌解释自己并非唱衰 只是希望党内要全力拼选战 相较于政治的火热 最近这几天受到极地涡旋的影响 台湾天气出现了大变化 之前极地涡旋造成全美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扩寒 暴雪不断 温度达到零下60度 而现在证实台湾的这波寒流 也是跟极地涡旋有关 气象局气象预报中心证实 西伯利亚上空的极地涡旋 在三个星期前成行 飘出了北极圈 朝日本方向南移 就是导致台湾直播寒流低温的主要原因 而湿冷的天气要一直持续到礼拜天 寒流来袭冷嗖嗖 最近相信很多民众都在家里 会打开电暖器取暖 不过在基隆有民众 在房间使用电暖器 房间的地砖突然隆起 暴力吓得他是赶紧夺门而出 原来是因为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了 电暖器长期的发送热风 让地砖产生热上冷缩效应 无法附和造成暴烈 强烈的寒流 确实让医院急诊室这几天特别忙碌 但是在彰化 有两位接友竟然是假装冻婚 那目的就是想要住进医院里避寒 虽然被试破了而是装病 不过医护人员同情 他们的处境还是通融 让两人站住医院一个晚上 气象局持续发布低温特报 那这两天不止上中医诊所买资补药膳的民众多了三成 大卖场里像是姜母鸭羊肉炉和麻辣锅底 业者更是忙着备货 因为这波寒流让卖场光是这些 进补锅底业绩就翻了两倍之多 寒天来袭气温直直落 现在却传出台北市某国洲 竟然要求学生不得添加校服以外的外套 害得学生现在只能穿着薄薄的运动外套来语寒 2008年红遍台湾的偶像剧《败犬女王》 传出韩国要筹开翻版 大家对于主角是谁相当的好奇 更勇于提议 全智贤和林敏浩最速配 先休息一下更多的新闻内容 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先为您插播最新消息 远通电收遭集合重复扣款 高工局委托运输协会组成的 ETC系统重复扣款集合委员会 7人小组从2月1号起 逐日集合远通电收扣款情况 至今已经完成1号到4号之前 4天的集合比对 12号晚今天60半首度召开集合会议 据集合委员透露 远通电收确定过关闪过50万元的罚单 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好 接着来看到的是国际消息 之前深陷桃色风暴的法国总统欧朗德 周二出访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之旅 并与美国总统欧巴马会面 美法两国元首在叙利亚和伊朗的议题上 立场一致 同意继续实施制裁 以阻止伊朗取得合武 一样是国际消息 南叶门三年前掀起独立革命 现在叶门总统哈迪态度软化 签署一项协定 将叶门变成拥有6个区域的联邦国 北叶门有4个区域 和南叶门有两个区域 并非真的独立 这样的结果 却还是让南方民众感到不满 别让其他人担心 长久下来会导致国家分裂 接下来这个突发状况 犹如马路保龄球连撞9辆车 意外现场就在彰化 有一位工厂的董娘 开着新买的百万名车 那可能是车子突然暴冲 一路上有3台摩托车被撞飞 还有6台汽车 包括了警用巡逻车也都被撞 也导致了多人受伤 马上来还原车祸的第一现场 陶渊机场遭人投诉 一行下提供旅客后机 打发时间的观景电子图书室 竟然播放日本女优图片 那图片简直是18进 由于观景电子图书室 是公开区域 只要凭护照 就算是未成年也能进入 国家大门放日本AV女优的图片 招批太离谱了 但机场公司说 只是一般的杂志内容 往后会请书商加强注意 儿童安全是永远不能轻忽的课题 那日前广东一名六岁男童 被自家的轿车天窗给卡住了脖子 可急坏了父母 救援人员是展开了一场紧张的抢救行动 这两天天气实在是有够冷的 大台北地区跌破十度以下 几乎外出一定要包得像肉粽人 怎么穿好像都不暖 但是有家长投诉台北一所国中 校方居然规定学生不能穿校外的外套 如果要穿也要塞到制服外套里头 但是家长反映有些外套比较大件 根本塞不下 学校老师却强硬说一切要按照规定 那记者却是执习 学生低温中不敢穿校外的外套 冷得只发抖 而学校回应是沟通商务会 北部这几天又湿又冷的 但是在南台湾却没有足够的雨量 台南南化水库水瓶吃紧 蓄水量值剩下不到五成 是20年来倒数第四位 虽然南区水资源局说 还没开始要实施夜间减压 但是习社业者已经很紧张 毕竟没水生意可就做不成了 这次东京大雪造成航班大乱 差点回不来的 还有从纽约甘乃迪机场 搭乘达美航空 到东京转机的旅客 他们在纽约已经延迟五个小时起飞 又因为大雪无法降落东京 改降落大阪 乘客指控达美航空没有协助转机 让他们是狼狈的在后机室席地而睡 隔天才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住进旅馆 但是回台湾的机位一改再改 折腾了三天 这20多人才分别从高雄与桃园回到台湾 新闻放一下娱乐消息 来看到刘诗诗最近爱相随和男友吴奇隆飞来台湾游玩 而两人自从在一起后 网友也疯狂地找寻刘诗诗席日作品 赫然发现四年前由邓超安以轩主演的新以天土龙记 刘诗诗也有客串去饰演戏份不多的黄山女子 每次出场都从天而降 而且身段相当的优雅 在当年知名度还不高的时候 就被网友封为最美的黄山女 韩志来自星星的你真的超夯 不过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里面的剧情铺陈怎么跟电影《目光之城》很相似呢 拿剧情来讲 韩志是人跟外星人相恋 电影则是和吸血鬼 男主角都有强大的超能力 都可以瞬间移动为女主角挡车 那现在更传闻结局也很像 来自星星的你 据说结局是男主角从外星人变成普通人 最后和全智贤在一起 2008年的偶像剧《败犬女王》 红遍全台相差8岁的姐弟恋打动人心 把饰演善无双的杨景华推上演艺事业高峰 饰演卢卡斯的阮晶天 更是登上大一幕变身电影咖 那现在这部经典戏剧即将在韩国重新开拍了 男女主角到底该由谁出演 粉丝好期待 您看过六狗六鸟 但是听过六老虎吗 在大陆河南交出一座公园 惊现老人六老虎 那引发众人惊呼为观 原来老人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为了帮团有残疾的小老虎 附近才会拉他上街逛逛 杨明山地区发生近26年来最大地震 由于震央就在大屯火山群周边引发惊慌 那其实国科会与内政部早在两年多前 在杨明山国家公园内成立TVO大屯火山观测站 负责观测龟山岛和大屯火山地震活动 这次地震虽然清晨的主震后 光是渔震到早上八点就有100多起 但是观测站所监测到 渔震及时波形显示很平静 大屯火山观测站说 这就是为何不用怕会有火山喷发的原因 而台北故宫位于大屯山系下方 经历凌晨规模4.0的地震 也让大家忧心里面的珍贵文物会不会也受灾了 不过故宫表示院内的60万件文物 像是翠玉白菜肉行石等镇院之宝都安全无余 其实台湾处于地震带 故宫对百年文物早就有防震的措施 接下来带你一起来看看翠玉白菜等文物是如何防震的 野兽派歌王杨培安为了27号的演唱会彩排 鸿门尸解灭绝师太皇小虎 特地送上这颗型手机和助眠的记忆诊 为劳辛苦的师弟 先休息一下更多新闻内容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来看到最近南美洲的委内瑞拉 掀起平面媒体的风暴 因为政府严格控制货币 让报纸的印刷原料难以进口 缺乏纸张 已经让时间报社被迫停滩 影响3万户人家的生计 结果有上百名的记者走上街头抗议 他们认为这是美国政府 让当地媒体闭嘴的方式 索西冬奥会登场 代表黎巴嫩出战索西冬奥的滑雪女将 最近却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年仅22岁的她 三年前曾拍摄一组性感裸照和片段 最近随着她的出赛 这些裸露影像开始于网路疯传 让保守的黎巴嫩政府震怒 查蒙也立即在脸书上道歉 我们将镜头回到国内 武林樱花季在12号起跑 为了让民众免于塞车之苦 国光客运推出了赏鹰专车 但是从台北和宜兰出发到武林 票价都是730元 让人质疑从台北出发 路途比较远 为何价格跟从宜兰出发相同 虽然对此是发出了30元的折价券 供民众买票使用 但是一次只能够用一张 而且只有三星大同战有提供 令人怀疑是否有差别待遇 防御知名音乐平台 每年都会举办音乐风云榜的年度大奖 12号也特别提前了公布部分得奖名单 除了最佳新人奖 由超偶出身的朱立靖获得 在方文山指导电影中献唱的魏如云 也拿下了最佳电影原声带 另外还有独立创作精神奖 则是由陈军已经17年的董事长乐团获得 现在看到野兽派歌王杨培安 为了27号的演唱会彩排 同门师姐灭绝师太黄小虎 特地送上了智慧型手机和助眠的记忆整未劳师弟 杨培安则回礼挑战黄小虎的经典名曲 受访时更爆料 他曾经在演唱会故意调戏黄小虎 以上就是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上回也请您持续锁定华语新闻二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荣 我们再会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